程玉杰还有最后的无名 程玉杰在家 冲刺到边了 中国队在今天最后一个精赛单元 拿到了冠军 这是本次世锦赛最精彩的一场对决 在日本出场 四位勇将向全世界展示了何为中国凝聚力 几人更是合力将中国游泳推向世界制高点 中华健将团结一心 势必要将其他选手给折服 让中国红点亮整个日本夜空 这场比赛发生于2023年游泳世锦赛 男女混合4成100米接力的决赛现场 重兴云集的体育馆内 即将上演一场巅峰对决 与以往不同的是 本场比赛不单单只是靠个人实力的发挥 更讲究的是整个队伍的协同效应 其他国家为了争夺头彩 纷纷派出各个单项目上的顶尖选手 此外 中国队为迎战各国水中霸主 也派出了四位实力强悍的选手 分别是徐家瑜 秦海洋 张宇飞 以及程玉杰 值得一提的是 秦海洋和张宇飞 分别在挖泳和蝶泳的项目上斩活桂冠 并且张宇飞也是放弃了自己的强势项目 全力投入到此次比赛当中 而这也恰恰证明了 几人想要为国争光的决心 所以这对于中国队来说 前两棒是有绝对的优势 即便夺冠路上有着美国队和英国队两大巨石 几人也丝毫没有胆怯 中国四位小将 全力以赴 是要夺回属于自己的荣誉 比赛开始 中国队的第一棒杨勇 徐家瑜 随着比赛的开始 位于第一棒的徐家瑜迅速进入状态 在杨勇的领域那可谓是他的强项 虽然美国队在该领域也有着不俗的表现 但他也不是吃素的 徐家瑜在上 加油徐家瑜 徐家瑜紧紧地跟着莫菲 现在排在第二 持续发力的徐家瑜 与美国选手不相上下 在两人僵持的情况下 差距不是太明显 徐家瑜转身之后排在第二 美国选手莫菲排在第一 徐家瑜很优秀的水下动作 仍然是排在第二的位置 来到第二棒的交接 身为蛙王的秦海洋 就像是水中旗舰一般 立马将美国选手甩开 秦海洋在这一棒当中 直接对标的是美国选手分客 现在秦海洋已经超过了分客排在第一 秦海洋如同装上了小马达 速度只增不减 此刻的他一直保持在自己的节奏 到后半程为队友争取到巨大的优势 这是我们最有优势的棒次 秦海洋现在回城 中国队保持领先 秦海洋即将完成自己的棒次 中国队要注意交接棒的安全 比赛来到第三棒 叠后张宇飞快如闪电 背后无数日夜的艰苦付出 造就了如今强大的自己 此刻将被体现的淋漓尽致 跃入水中的张宇飞 牢牢把握住队友给的优势 继续拉开与对手的差距 中国队里的张宇飞 只是一个特别有大局观的运动员 为了今天的这场接力 他放弃了自己的主项 与此200米蝶勇 张宇飞下水之后 只是希望在这一棒当中 可以为中国队获得更大的优势 50米转身 张宇飞继续提升速度 反观美国队这边 对手明显有了疲态 中国小将立板狂乱 如入无人之境 张宇飞转身之后 仍然领先世界纪录 张宇飞这一棒游得太棒了 张宇飞加油 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优势 为中国队加油 很快比赛来到第四棒 经过前三棒的努力下 此时的中国队将其他选手 远远甩在身后 轮到小将程宇杰的交接 让我们屏住呼吸 静静迎接属于中国的胜利 面对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紧紧逼迫 小将程宇杰使出浑身卸数 已经拼到力竭 最后只能凭借意志力 向着终点而去 中国队现在能够摸到 英国队的世界纪录 中国队向着又一枚金牌 抽刺 程宇杰 程宇杰还有最后的25米加油 一定要顶住 程宇杰还有最后的5米 程宇杰在家 冲刺到边了 冠军是中国的 太热血了 一切都值得 四位小将永远都是中国的骄傲 成功为中国夺下这枚宝贵的金牌 创造历史手金 我们可以永远相信中国奇迹 中国游泳正在开启一段新的争承 相信未来会更好 那么大家看完本场比赛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